国内知名企业70周年活动 首站就来到新竹市 并且以落实环保的精神 将环保回收车化身为行动绿方舟 并进驻聚城购物中心 提供民众更多落实环保行动的机会 那我们觉得我们要用公益的性质 来庆祝我们70周年 那我们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蝴蝶跟猪蝶虫 另外一个就是环保意识 我们这次推出等于是变魔术 希望能够把垃圾变成环金 我们丢掉了这些宝特瓶盖 我们五分钟以后 马上可以做成一个插花的花气 甚至也可以做成其他的建材 我们一直在强调地球只有一个 我们希望大家都重视环保 位在花莲的雅尼生态园区 特别是园内最受欢迎的卫庄大师竹节虫们 结伴出访展开北中南生态巡回列车 首站就来到新竹让民众自由观赏 在台湾的话大概目前有26种 那我们园区里面目前是饲养的两种 分别是这个敏感竹节虫跟长钢竹节虫 那以竹节虫的形态来说 台湾的竹节虫通常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多的特色 所以我们除了本土的竹节虫以外 也有一些国外的品种 那这些国外的品种比如说像白纹巨竹节虫 长得像叶子的这个叶羞竹节虫 长得像辣椒一样的绿椒竹节虫 这些还有长得很像蝎子的这个幽灵竹节虫 这些都是让来参观的游客 非常觉得感兴趣而且驻足的一个亮点 国内知名企业70周年活动 结合环保生态让民众能够亲身体验 一起为我们生活的地球尽一点心力 凯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